吴尼朗 密封密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总会 与全球四华姐妹集结资源 捐赠了141张电动医疗床 给花莲县五间的医院 护理之家以及长照机构 来加汇病患以及住民 那么并且在国军花莲总医院 来举办隆重的捐赠仪式 花莲县介绍府秘书长张彦博表示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总会 为了提升长照机构照顾服务品质 降低医护人员的负担 并且让住民起握间更加舒适安全 这次捐赠珍贵的医疗设备 给包含不离花莲医院附设 一般护理自家等五间医疗长照机构 这些机构承载着花莲许多医疗服务 以及照顾者责任 送给花莲141床的电动医疗床 对于这些医疗护理人员而已 我相信每当他们在为每一个病人 来贡献他们的力量的时候 给节省腰力 给节省力量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想说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总会真好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总会总会长成就会表示 旅计南非14多年来对台湾的印象是相当复苏 但是经过实际查访体会到成像的查局 台湾社会仍有许多弱势需要关火的辅助 代表是工艺事业人士吸水长流 而这次捐赠医疗床是第一次 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感谢医护人员全新付出照顾病患 确实大家共同吸手照顾偏向弱势 让关爱暖流 洋溢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记得就行 希望无聊